嘿我是阿图 好久不见 一两个月前有小伙伴问我说 澳洲留学要注意些什么 这个话题我想了很久 最终决定跟大家聊聊 学生自我保护哪些事 毕竟出国留学比吃穿住行 更重要的是安全 天黑不出门就安全了吗 对天在家里待着 没有任何社交就安全了吗 学校里就足够安全吗 比如很多研究生的课程 在晚上肯定有天黑了 还在外面的情况 因为比如国外的学校 很少有所谓的大门和门卫 什么人都可以进入校园 即使在学校里也未必绝对安全 还有就是出国前 留学生都被要求必须买保险 有多少同学从来没有用过 那些保险服务呢 有多少同学不知道 回国休假 不在境内的这段时间里面 是可以要求保险公司 退款保险的 比如说要住房 包括Holstay 住所家庭 打工旅行 需要注意些什么 如果有人向你打听 以下的这些信息 你要更加紧替呢 首先我们来聊聊保险 如何使用这些保险呢 首先你要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问清楚 在你所在的这个区域范围内 有哪些合作的医院和诊所 保额是多少 如果英语不是很好 打电话记不住的话呢 可以要求客户 把他们的policy 发邮件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 第二个 如何使用保险 如何拿到这些不放 打电话或者google map 找一下 以你家最近的保险公司的分布 问一下 如何可以拿到不放 有的保险公司承诺 放假回国周大期间 保险是可以全额退还的 比如说在澳洲留学12月到来年2月之间 你不在澳洲境内 你提供一些evidence 比如说你的回国网款机票 然后跟他说我这段时间不在境内 我的学生保险 可以refund多少 基本上可以全额refund 第二个就是ID问题 大多数同学应该会遇到需要出示photoID的情况 比如说去邮局去包裹 去一些提供酒水服务的餐馆等等 photoID上需要有你的真实姓名 照片和出生日期 很多学生证上没有标出日期 所以这些学生证都没有办法完全充当photoID 因此很多同学会随身携带护照 但是万一护照丢了 不办起来是非常麻烦的 会比较建议小伙伴去当地办理一张photoID 带上你的护照和back statement 这个back statement主要是为了提供有效的注册地址 然后去当地办理驾照的政府机构 填一张表格 然后交个钱 我记得我当时办的时候是80澳币一张 然后是在那里拍照 当天就可以买到photoID 办地址以后再网上申请新的地址 就可以收到新地址的贴纸 贴在photoID背面就可以了 经常领取包裹的小伙伴 可以带着护照和back statement 去au post免费办一张my post的ID 下次带着这张去领取包裹就可以了 第三点是校内安全 首先你要知道校内紧急的按钮在哪里 基本上每个学校在不同的点都会有一些 Emergency call或者Emergency button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你要马上知道你最近的Emergency的小箱子 或者小盒子在哪里 然后按下报警按钮就可以了 第二点你要知道医用箱first aid在哪里 它一般是红色或者绿色 有的主要是白色的一个小箱子 比如说有的同学会遇到被比较毒的虫子叮咬 或者突然发生一些过敏现象 然后那个医药箱里面都会有紧急的药品 有一种长长的类似于笔的那些东西 把盖子打开直接扎到大腿内侧 第三个就是要知道 离你最近的消防安全通道在哪 有的大学会定期做一些消防演习 比如说我们上这课突然就拉响了消防警报 大家就要跟随老师的指示 往一个方向快速撤离 那像有的新生可能还没有碰到 这些安全演习 就可以跟学长学姐取取经 知道我们这个教室的安全 撤离通道在哪里 一旦遇到急急情况 然后又是你担任客人的情况 就知道向哪里撤离位置的安全 第四点就是要知道 学校的医疗室的电话和保安室的电话 基本上在学校的官网上搜索 emergency都可以找得到 像有的学校是提供school bus 和late night school bus 举个例子 我上学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需要在学校的lab 做时间做得要挺晚的 回家的时候 我就给学校的security打电话说 这个点有没有school bus 可以送我回家 security会跟我说 这个点school bus已经没有运行了 但是我们会提供专车板 你送到家 其实很多留学生都不知道有这个服务的 如果可以的话 你在学校官网上 或者在student central 问一下学校有没有类似的服务 比如说你上课上的比较晚 在服务馆待的比较晚的话 就可以打这些电话 很安全地送到家 像我们留学生的学费 一般是比当地学生要贵很多的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去用这些 给我们提供的便利和安全服务 包括这个school bus 和late night school bus 还有一些security的电话 都是包含在我们的学费里面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我坐着那个专车回家的时候 司机就跟我说 其实他每天晚上都是开这个专车的 但是真正打这个电话的留学生真的非常少 他说你们既然付了那么贵的学费 所以你们就要用到这些服务 尽量去了解一下留学生到底有哪些优惠政策 到底学校给各位学生提供了怎样的安全措施 接下来给大家谈一谈校外的安全知识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国家的紧急电话 在澳洲的话打CHIPO0000报警 在打CHIPO0的时候 那个接线人员会问你 你需要警方的服务还是需要医疗服务 如果你刚到澳洲 英语不是很好的话 你可以跟警方说 I need a Chinese interpreter 我需要中文的口译 他会接通口译人员帮你进行中英文的翻译 如果已经联系过当地警方 但是警方没有很好地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而且这件事情非常严重的话 你可以拨打中国的大使馆电话 在网上可以做的大使馆电话 在每个城市可能不太一样 第二点跟在学校一样 要很清楚 你最近的消防安全通道和楼层的设计图 比如说你去一个shopping mall 如果这个shopping mall 你从来没有去过 而且是单独去的话 要时刻保持你的手机是有信号的状态 有电的状态 如果你实在要去一些地方 比如说洗手间 比如说去超市 它是没有信号的 你最好发信息 或者打电话给你的朋友 或者家人说 我现在要去什么地方 代表多久 跟你认识的人报个费 在澳洲每年都会有人 因为不能及时的找到安全通告 而发生商网事件的 所以一方面商场在安全通道的指示 和做摄像头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改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保证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 第三个就是在租车租房打工 和其他需要签订合同的事情的时候 在签订合同之前 我们就要看清合同的每项条款 比如说有的租车公司规定 某个品牌的汽车 每天只能行驶固定的里程 超过这个里程 需要培房高昂费用 在澳洲租房大多数情况下是按周计算的 比如说一个星期是250澳元 但是结算方式可能有两周一次结算 或者四周一次结算 傍金和押金是不同的概念 在澳洲旅行或者生活学期之前 最好把这些事情了解得清楚 我的房租里是包含水电气网的 有的不包含 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看清楚了 打工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留学生上课期间的每个星期 最多工作20个小时 但是在暑假 寒假的打工时常是可以超过20个小时的 但是一定要确认 打工的范围时常和薪资 都是在签证允许的范围之内 所有这些信息 都可以在工作上搜索到相应的法律条款 或者直接搜索 Fair Trading和Fair Work的官网 有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无所谓的各种信息 千万不要完全透露给陌生人 或者刚认识的朋友 比如说第一个是姓名 不熟的朋友说自己的英文名就好了 如果有人看起来很有兴趣的问你的全名 你就要注意了 你可以试着转移话题 第二个就是手机号和出生日期 就精确到年月日的出生日期 经常打客服电话的小伙伴 应该有这样的感受 客服经常会问你 全名手机号和出生日期来确定你的身份 不怀好意的人 如果知道这些信息 不知道会做出怎么样的事情来 因为我们很多账户都是跟手机号绑定的 如果基于安全问题 换了手机号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的手机号 不知道怎么就被一个不知名团体看上了 每个月莫名其妙就需要支付一些费用 而且每个月的费用是累积的 第一个月20块钱 第二个月40 第三个月80 通讯公司也没有办法查到这个团体的来源 前后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通讯公司还给我一半的损失费 并且建议我换手机号 我当时上网查了一下不少人跟我有一样的问题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换了手机号以后 我不得不修改非常多的其他关联信息 比如说银行账户 学生账户 当时我已经在做实习老师了 我还得修改教育系统的各种信息 还得修改签证信息等等 又忙活了好几个月 第三个就是邮箱地址 很多小伙伴只有一个邮箱地址 还是包括了QQ号码的QQ邮箱 结果某些团体会通过QQ邮箱 就可以查到你的QQ号 以及邮箱里保定的所有个人信息 比如说你的账单签证和其他所有 跟这个邮箱有关的信息 想想都是细思疾控有没有 很多年前我至少就有两个邮箱了 一个是用来跟老师和同学联系 收发学习资料 另外一个注册eBay 这里可能会发很多广告信息给我的网站 现在我又多了至少两个邮箱 一个是用来跟同事联系 发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另外一个就是跟粉丝互动 手办一些邮件 不同的邮箱有不同的功能 同时也屏蔽了很多没有必要的麻烦分解 而且把工作学习生活都安排得更加的紧紧有条 既不会错过重要的信息 也不会花额外的时间来清理垃圾邮箱 比如说专门收发广告的邮箱 我只要全学然后再删除就可以了 二斤千里我担忧 除了有健康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外 更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负责 周小伙伴们在异国他乡身体健康 学业也成享受学习和生活的快乐 如果女队对完汉语留学学习方面有困难 都可以给我留言或者私信让我们一起成长吧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小伙伴们在一次 看起来